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久違地拍一條閒談片 去講一講Overwatch 大家都知道最近暴雪出了一個新的Overwatch 就是Overwatch 2 其實玩法來說都是跟一差不多 都是一些的佔領 一些的攻城 然後有一個新還是舊的推車模式 其實基本上都是這樣的玩法 而今天的主題 就不是講一些關於Overwatch的遊戲模式 又或者是一些遊戲操作 今天的主題就是 我的帳號好像被人導入 然後改了這個email 因為最近我開這個Overwatch玩 但我不是開舊帳號 我是開了新帳號去玩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跟其他觀眾玩的時候 就發現 為什麼人家是有一些Skin 而我沒有的呢 然後我就問一問 然後我就看一看觀察一下 就知道其實如果你的Overwatch 1 有一個玩的紀錄的話 如果你去到2 它是會送回一些隨機禮物給你的 譬如你可能有10個Skin 隨機寶箱給你 大概是這樣的 他那個計成系統 那我就發現 為什麼我沒有Skin 明明之前我也有玩過 就是我之前是 有一些Skin 在以前也有見過 有用過的 但是為什麼這個帳號沒有呢 然後翻查一下才知道 原來我用這個帳號 是新的 完全沒有用過的 然後我就開始找舊的帳號 那舊的帳號呢 就找不到的 最終呢 那我翻查一下紀錄 就是其他email 就發現其中一個email 在2020年的時候 布雪就自動發了一封信 說你的帳號 是曾經更改過一些資料 更改過這個 電郵信箱那些 然後我就自己在想 2020年我有做過這個操作 真的是我本人做的嗎 然後我就在想 好像又不是的 因為如果我改email的話 就算改我也是改最常用的 那兩三個的 不會改一個 完全沒有用的 很少 很少可會這樣 所以我也在想 咦 是不是我自己做呢 然後我就 找一下方法 有沒有方法可以 拿回登入那個帳號 因為其實他登入帳號 好像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電郵信箱 另一種就是用電話號碼 當時一開始申請這個帳號 就沒有用到電話號碼 是用email 所以呢 他一改了那個email 然後我就已經不知道怎樣登入 OK 然後下一步呢 我就找了很多方法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方法 通常這些 這些帳號碼 通常都是找客服 一定是找客服去處理的 那我當然都是找了客服 那都講一講他的步驟先 這個找客服的步驟是怎樣呢 就是你要先進去一個支援 那支援呢 其實有很多選項給你選的 然後選到最後呢 才有一個是找專人去到 即是線上客服去為你解答 但是你要去到線上 下服這個選項的時候呢 之前你要答到一些安全問題的 那什麼為之安全問題呢 就是可能你一開始設定這個email 不是設定這個account的時候呢 可能你曾經設定過一些問題問自己 設定過一個問題問自己 你第一次去的地方在哪裡啊 或者是小時候有什麼名字啊 寵物叫什麼名字啊 等等之類 但是最後呢都好好坐在那裡解答到 因為一開始我是用英文的 然後發現咦 不對勁啊 為什麼打擊都不對勁呢 我的答案不是這個嗎 然後自己就想了 OK 原來是中文的 那輸入了中文之後呢就可以進去 那成功進入了這個客服支援的時候呢 那我就跟客服說啦 那最近呢想登入回這個舊話帳號 那這裡呢我會用圖片支援的 那最後已知的滅油信箱呢就是這個這個 那這個 那BATTLETEK呢 BATTLETEK這個也是挺重要的東西來的 因為呢 它好像是部署一個挺重要的遊戲名稱 就是你進入任何遊戲都是用這個名字的 而它改名的次數好像是有限的 OK 接著我就說 但是呢發現入不到 而且油箱呢是2020年 的時候呢收到一封關於部署技術的帳號變根 但是呢印象中呢我自己是沒有進行過這個操作的 不知道帳號是否被人盜取了等等 然後呢我輸入完之後呢就等客服服啦 那在這裡呢其實我自己心態來說都覺得 拿回的機會其實都很微的 因為呢 怎麼說呢 如果我是客服 我見到這個人兩年前的信沒有理到的話呢 我會覺得它其實都差不多算是放棄了這個帳號的 如果是我啊 我做客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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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兩年前都相差很遠的 就是可能當時你沒有做到這個通知客服 就是通知這個部署 我沒有進行過這個操作啊 我兩年前做的話呢 那就應該是很合理的 但是你兩年後跟我說 咦 但是當時的操作不是我來的 那可能是 怎麼說呢 就是 那個玩家有一點點責任了 那這個我都不 不否認的 的確我兩年 兩年前的信 現在才看 兩年後才看 那是有一點點奇怪 有一點點過分的 那但是這個呢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然後呢 一天後 那我記得我當時是 凌晨三點鐘 大概三點 至四點 去到申報這個帳號被盜的問題 那然後隔一天的 下午兩三點 他就回覆了我 然後他就說 你好 很高興為你服務 經過調查 你的帳號的確被入輯的跡象 不過不用擔心 我們已經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了 那這裡呢 他會提 他請我提供一個電子郵件 去到綁定回之前的帳號 那就是說 給一個全新的帳號 給一個全新的信箱給他 然後呢 他就會幫我綁回 舊帳號進去 那聽起來其實都幾好的 對啦 因為其實他是 他是肯幫我去到進行這個 轉移信箱的程序 我覺得真的 幾吃驚的 真的想不到這麼快 速度其實都幾快 就是說 一天都不用的 其實是說十二個小時 是不是十二個小時 好像 十幾個小時 然後他就回覆我 其實都算快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因應一些 客服的上線時間 還有一些時差 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都是台灣人 應該都是 應該都是 我覺得都幾吃驚的 對 跟我以前玩的客服 不是很相同 以前大家如果知道 我玩的那隻 遊戲 都可以不是正常官方 可能是一些 一些 一些 同人有一番版遊戲 在APOK的MMO 這個客服 跟這次處理這個客服 是完全不同的態度 對 這個態度 怎麼說 我覺得這個 客服 就算 如果他真的幫不了我 的話 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其實這一個 我真的覺得 自己有一點點贊任 兩列次的信 沒有看到 OK 那但是 他 如果幫不了我 都不要緊 不用踩我 好像之前那個遊戲 他幫不了我之外 還要 踢多一腳 就是 他嫌我都不夠慘 然後他踢我一腳 一腳 下深山 直接封了我的帳戶 如果大家知道 POK的MMO的話 OK 好 那先說回正題 這個步說 那他提供 他要求我提供一個 未綁定的信箱 那我隔一天 左右 啊不是 我都是大概 下午 三點鐘回覆他 我提供了一個Email 給他 好 那最後呢 他就說 嗯 我們已經把你的帳號更新了 可以去到新 新郵件那裏 收取一個Email 重置密碼 然後重置完 就可以正常登入 那件事呢 就完結了 這個帳號秘道 其實整件事都幾有趣 我也不太有印象 我以前的密碼 是些什麼 好像這麼容易被人爆 那這次帳號秘道的事件呢 有沒有一些損失呢 好像都沒有 因為我這個帳號呢 其實都很少玩 我在 這個帳號是2016年 玩Overwatch 1 我才開始申請 BattleNet 就是這個步說的帳號 還是不知 還是不知 盧石都有 不過都不重要了 不重要的 因為其實兩隻game我都沒有課金 兩隻game我都沒有課金 盧石我一開始有玩過 但是後來 我嫌他太過課金了 以前的我對課金都幾厭惡 幾厭惡一下 接著Overwatch的話 就是不需要課金 只需要升級 然後有一個等級 福利相開 就可以拿線 基本上都不用課金 所以我就沒有課金 所以其實損失的話都沒有什麼 然後得益的話都沒有 得益的話 可能就是可以 體驗一下 跟這個步說的官方客服的一些體驗 我覺得都幾特別的 就是 遇到一個正常的官方 正常的客服 其實是 怎麼說呢 對於我來說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奢侈的事 如果你經歷過以前的客服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正常 就算 他幫不了我不要緊 我都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是兩年前的 兩年前的 兩年前的 如果當時他兩年前 寄信說 這個帳號有被人入侵過的痕跡等等之類 然後兩年後我跟你說 對呀 當時是我錯 是我沒有看到這個email 那當然是我的責任 但是 但就不是 而且這個 這個步說的客服呢 他是 幫助到我 開一個新的帳號 即是開一個舊的帳號 去玩Overwatch 還有少量的Skin在裡面 那我自己都 挺 挺覺得OK的 對了 那以上呢 就是一些暴雪的 一些客服的 一些體驗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也都 在這條片跟大家說 那些密碼呢 千萬不要教到太簡單 還有呢 就 現在他有很多一些的驗證系統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一些驗證功能 去到進一步去到強化你自己的帳號的安全 那這條影片呢 就去到這裡先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再跟我說一下 你有沒有遇過一些這樣的體驗啊 有沒有一些帳號秘道 然後跟客服談完 啊 然後最後是拿不回來 然後還要跟客服吵架的體驗呢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 我自己都有一個 真的 真的千年難得一遇 我真的很少可以找客服 即是就算怎麼說 我是真的 我真的遇到一些很大的問題 我才會找客服的 否則我都不會特別去找 當然不會打擾他們 我這些沒什麼課金的 OK 好 那這次的影片來這裡先了 下次再見 各位拜拜